我叫洪欣 今年29岁 来自中国贵州省 2006年我在武汉理工大学 取得了机械制造工程的本科学位 我毕业之后获得了一份全额奖学金 从而进入了意大利的都宁理工大学进修 最终获得了我的硕士学位 我的硕士专业是 工业工程管理 硕士毕业之后 我进入了一家意大利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 平民法利亚 也从此开始了我跟菲亚特集团的合作 我跟科马结员可谓是一波三折 我第一次跟科马接触是源于科马的Master项目 可是因为工作档期的原因 我最终与科马Master师之交比 科马对人才管理很看重 一年之后再次与我取得了联系 我也如愿隐藏地进入了科马 担任了质量控制工程师一职 目前我正受任于启动一项测量工艺的全球标准化项目 这次项目将是我在科马的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挑战 测量工艺对质量控制来说是重中之重 能够根据科马标准产品而合理制定标准化的测量工艺 能够有效地提高科马的竞争能力 同时也能保证我们的客户在全球范围的能够享受到统一质量的产品 这项任务为我们提供了与科马法国美国中国团队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 但同时也为我的团队带来了多文化背景沟通困难的挑战 但是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 主动并且耐心的沟通 我们一定会在各国团队之间搭起坚实的侨念 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 我经常跟来自各个国家的同事进行合作 除此之外 在2013年的5月 科马启动了一项名为GNP的项目 这一项目旨在促进科马全球一体化 从而召集了科马在各国子公司的优秀员工 对其进行软硬技术的专业培训 通过这一项目 我有幸能够跟来自各国的优秀员工 进行专业及文化上的交流 能够在这样一个多文化背景的环境下工作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满意 关于我的业余时间 我有四字眼 修身养性 平时我经常跟朋友相约到健身房一起锻炼 我也曾经参加过红拳的练习 红拳作为中国武术的一个分支 教会我如何控制自己的呼吸 如何与自己的身体对话 从而让自己的性格和身体能够达到何唯一的境界 我的爱好非常广泛 但是我最爱的还是摄影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镜头 记录下自己喜爱的画面 并且跟我的朋友一起分享 我的性格比较属于热情和群的那种 一个人待久了肯定受不了 不过这种性格可以让我跟我的团队 很快打成一片 这样想来也算不错 选择科马是看中了他的活力 自从加入科马这个大家庭以来 我便不断被他自我进化的能力所惊讶 同时科马不断地为年轻工程师 提供各种精心策划的培训机会 而且每年科马里都会有各种项目进行启动 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平台 科马应该是一个国二的选择 对于将来 我希望能够成为科马质量的全球现实 为促进科马乃至菲尔特集团的全球化 做出重要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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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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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